今天要給大家看一台 磨損的程度可以算是 不是第一名也是第二名的 因為它幾乎每一個孔 全部都磨到非常的誇張 你看看 這是第一車 這一車也是 這是時間的部分 我們暴時就不看了 因為光是時間都已經變這樣子 因為一般來講 時間會磨損 但是不至於磨到這麼嚴重 可能只有一兩個位置而已 但是這台機器 這台是日本兩孔的發條機器 走時間的部分 每一個孔全部都磨成這樣子 你看看 然後客人剛拿來的時候更好玩 更扯的是上面居然有黏這個東西 這不知道是哪個天才師傅還是天才的玩家 它黏了一個這個 金屬 黏在這個位置 因為目的就是要把我們偏移的軸 頂回去 問題是 看起來是沒什麼效果 因為如果有效果 客人就不會拿來修了嘛 你看 我們光看時間就已經叫 你看 暴時的這邊就不用叫 也是更慘 機械中要修什麼 就是修這些 修這些 磨損的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把這些磨損的孔位 全部 把它 放新的軸套進去裡面 讓它恢復在原本該有的位置上 來吧 好好面對一下啦